答案是黑帽SEO优化需要做足够多的GPB外链加足够多的优质内容 黑帽SEO是一种高风险的搜索引擎优化策略 旨在通过规避搜索引擎的正常规则来快速提升网站排名 尽管效果可能立竿见影 但这种方法可能导致长期的负面后果 包括网站被搜索引擎降权或完全屏蔽 黑帽SEO的常见策略 关键词堆砌 关键词堆砌是指在网页内容中过量使用关键词 以试图操纵网站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 这种做法损害了内容的自然流畅性和阅读体验 隐形文本和链接 隐形文本是指将文本颜色与背景颜色设置为一致 使得访问者看不见这些文字而搜索引擎人能读取 隐形链接也采用类似的做法 对用户隐藏只对搜索引擎可见 门户网站和重定项 创建大量只为搜索引擎而非实际用户服务的网页 并将访问者重定项到其他网站 这种做法旨在欺骗搜索引擎 提高特定网站的流量和排名 黑帽SEO的风险 搜索引擎的惩罚 黑帽SEO最大的风险是遭到搜索引擎的惩罚 一旦被发现网站可能会遭到降权 甚至从搜索结果中完全删除 品牌生意受损 使用黑帽SEO的公司或个人可能会损害其品牌和声誉 特别是当用户意识到他们试图操纵搜索结果时